各位车神小伙伴们大家好 2022年QQV之首游S联赛春季赛即将火热来袭 本季春季赛相较于往年有较大的变化 接下来我就为大家介绍一下 本季春季赛的再成再制情况 首先本季春季赛共有12个俱乐部参赛 俱乐部变化方面 原GK俱乐部升级为EBGK 继续征战春季赛 其余队伍不变 4月7号至5月7号为常规赛阶段 每周4天为期5周 12个俱乐部通过大局BO3单循环积分赛进行排名 最后决出8支晋级季后赛的队伍 前次比赛周的第三个比赛日 即5月1号5月4号将进行4场比赛 其余比赛日每日3场比赛 3场比赛的比赛日开在时间为16点 4场比赛的比赛日开在时间为14点 本届春季赛常规赛共66场比赛 与以往相同 众所期待的全明星之夜将于5月8号举行 各位赛车手们千万不要错过哦 本届春季赛整体赛制 与2021年S联赛秋季赛有所调整 2v2个人竞速赛和3v3组队道具赛 与上赛级规则保持不变 而第三局1v1个人竞速赛则进行了调整 为了突出决胜局的重要性 我们决定把赛事进程的变化全部交由选手教练临场选择 让决胜局更加激烈 整体规则由BO7修改为BO9 取消网图选择 但仍将保留班图及熬战规则 在去年全年的比赛里 我们看到了众多二号位辅助位选手的成长 他们是团队走向胜利不可或缺的力量 在今年我们想更多的去解放更多选手 让每个人拥有自己的车库 希望所有选手都有机会去证明自我 转变身份 挺身而出 打破争取 提升个人综合实力 并且增加赛车选择及策略方面的博弈 本届春季赛将对赛车选择规则进行调整 在所有比赛模式中 赛车选择规则更改为 每名队员每辆赛车只能使用一次 队友之间相互独立 可以在一张赛道使用相同赛车 在新的赛车规则下 各位选手及教练又会有什么新的战术 让我们拭目以待 与秋季赛相同 本届春季赛竞速模式仍将保留宠物系统 并且可选宠物的皮肤也在联赛中开放实用 本届春季赛季后赛将于5月13号至5月29号举行 晋级季后赛的八支队伍将在为期三周的季后赛中 进行激烈角逐 争夺总决赛的两个晋级名额 与以往季后赛不同的是 本届春季赛季后赛大局BO5将沿用年度总决赛的规则 即第三局1v1个人竞速赛调整为2v2竞速抢期赛 并且沿用了过往第四局比赛大跟落后方 自定义选择进行3v3组队道具或1v1个人竞速的模式 3v3组队道具赛采用全局BP 除官方指定赛道外 已经登场的赛道在另一局不能再次被选择 1v1个人竞速赛得沿用常规赛改动 单人soloBO9熬战13局封顶 本届春季赛季后赛分为两个阶段 AB阶顺位赛即冒跑双败淘汰赛 5月13号至5月15号为A阶顺位赛 由常规赛第一名至第四名组成A阶顺位区 四支队伍将进行一组A阶的组内循环赛 三天比赛结束后依据成绩 最终A阶顺位区的前两名队伍 将进入冒跑双败淘汰赛第二轮 后两名进入第一轮 5月20号至5月22号为B阶顺位赛 由常规赛第五名至第八名组成B阶顺位区 四支队伍将进行一组B阶的组内循环赛 三天比赛结束后依据成绩 最终B阶顺位区的前两名队伍 将进入冒跑双败淘汰赛第一轮 后两名将直接淘汰 值得一提的是 常规赛最终排名和季后赛的小组内的顺位排名 都将依次比较胜败场次数 净胜分胜负情况进行排名 即先比较胜败场次数 若相同则比较净胜分 依次累退 若出现三个成绩均相同的情况 则会安排加赛 直至决出名次为止 5月26号至5月29号将进行冒跑双败淘汰赛 按照A阶和B阶的顺位积分赛的结果 晋级的六支俱乐部如下图所示 按照排名进行对决 最终决出两支优胜队伍 拿到前往6月11号总决赛的门票 除此之外 新的赛季各个俱乐部的选手 也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 具体变化如下 原狼队俱乐部选手小表弟和萨萨加入情酒俱乐部 慈宰加入RWK俱乐部 原RSG俱乐部选手林龙加入RWK俱乐部 小峰加入情酒俱乐部 原GK俱乐部紫聪加入情酒俱乐部 飞鱼加入狼队俱乐部 阿诺和太阳加入KZ俱乐部 亚洲杯老朋友中国澳门选手MUVREST 签于RDG俱乐部 还有更多车队赛实力新星 正式加入S联赛的大家庭 期待他们在春季赛的表现吧 还想了解更多详细的人员变动信息的话 请关注S联赛官方微博及微信公众号 关于本届S联赛春季赛的赛程赛制 就介绍到这里了 最终谁将夺得桂冠 让我们拭目以待 中方和敏敏在后面步行 在做纠缠的情况下 宁青已经双双和小玉拉开了一点距离 宁青这一分很关键 非常关键 而且敏敏和东方大概就这个同分 但是不管怎么说 敏敏是顶先东方的呀 最后这边再开弹器 叠加一下速度 好多飞王快超了攻击宁青 踩散戏之后再做一看延续 这多少延续 21延续 但是云海还是有对抗宁青的机会 就在下面的飘飞点看宁青往外拉 但是云海的飘飞台上更极限一些 一个点飘谁奉献宁青更快 这张图很短 这个优势能不能撑到拉进去 已经能吃多少 已经追上 哇一个路线的偏差 云海一个失误导致宁青的反超 但是宁青落地 宁青前面也是一个无飘 落地坦涉没想到一波对抗 宁青是直接被对抗让奖 是还是云海的位置要更好一些 真的 在1C放完之后的紧接在后续弯道 阿妮有最长的机会了 目前又磕了一下 这边延续的还再次被拉进 还是又没出 直接跳了出去啊 这一波 阿妮来到零套位的优势 这个距离1C又真的有机会 而且还能再上一手 没有超过 进到口也没有能够反强 但是阿妮有提前预判 过开了五波的从事 但最后阿妮也有一个ECU的重现 是的 5比3拿下第一轮 后面剩一个ECU的释放点 ECU只要不失误的话就 哎 云海撞了一下 但是不管怎么说 哎 尤其又没有弹出来 来 云海有没有机会 最后的一波直接摆操 直接摆操 超上3追5 现在这个区域的话 小玉很有可能在最后一个劲道 去使用一个对抗 看看这边 那怎么对抗呢 直接提前够移吗 还是这个位置 撞到云海来 但是影响不是特别大 没有机会 看这边一顿风飞 没有踩到机会 加带 哦 到了第二轮之后 RC来到了双领跑 但是 看一下 连海的关系 这种可以 对 但是 其实可以看起来 这张图 RC是吓得苦 哎 加带踩上了 哦 好危险啊 没错 再来断攻标点 这个断攻标点 其实特别看细节 那这个距离应该有个十分 有机会跳表的 嗯 不好说 小玉能卡到十分 那这边就能拉开三分 对 看一下能不能卡到吧 东方已经是永远一分二 对到57 然后出新者在此刻 开持了一CU 小玉这里一个拖上 小玉这边一个 关人是看着人一个CU 看这边一个对抗 一卡二 小玉 小玉直接开持了一CU 还要再去搞事情 但是前面的影响 并不是很大的连续 开一旦七以后 看下面一个完蛋卡位 看这边和关人一个对抗 两个人挤回来了 往这边挤开了关人 这样的话 在最后这个东方的优势 那东方 云海可信是卡不到十分的 对 这个优势非常大 RD小玉卡在第三名 恭喜RD 恭喜RD 前面已经开自爆响 冲了有无论 没有任何的通缉道具 这个飞碟没有飞碟干扰器 看一下大招机 再用一个磁铁直接吸到来 可以反超过来 但是有飞碟可以反抗 大招实现了反超 飞碟反抗以后 ECU减掉 没有ECU 雷龙这边 最后的一个 恭喜RD